歡迎收看小老婆七騎車資訊網 我是大忙Singer 今天我們要開箱分享的玩具 是Honda不務正業做出來的一台電動車 叫做Moto Compacto 講到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會有一點點跟以前的東西聯想 因為以前Honda有出過一台車 我們俗稱鋼琴車的Moto Compacto 只是不同的是那一台是用汽油引擎 這台是一台電動滑板代步車 我們在講的過程我想大家應該想看到說它到底怎麼變形的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這個重量用一手可以提起來 大概是19公斤上下的重量 要把它變成可以騎的樣子也很簡單 首先要把龍頭拿出來 按一個按鍵 龍頭就可以拿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先把龍頭這邊伸長 要鎖定身 可以鎖起來了 這時候下面的關節要把它鎖起來 這邊有一個按鈕 翻上來之後OK 這邊呢 做旋轉 這邊有一個機構把它鎖定住 椅子呢 藏在這裡 它是可以旋轉的 所以 轉過來之後 鎖定 這個部分呢 往上翻 卡住之後 這個地方要朝前 朝上把手的方向 放下去 一樣聽到咖啡聲 這樣就OK了 再來呢 我們把後輪拿出來 這邊有個機構 往外翻之後呢 稍微再往回來一點點 然後旋轉 把鎖定打開 這時候就可以從這邊拿出後輪 記得要拉到底喔 要鎖個聲 拉到底 這個時候再慢慢的把它轉回去 鎖定 再來我們就把 腳踏的部分 往上提一點 然後旋轉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 這個時候就完成了 變形 它有側鎖 所以我們把側鎖踢起來 就可以鎖上車了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姿勢 電源呢在這邊 按下去 就 啟動 這個時候還有兩段 變數 一個是1跟2 那我們就 選擇 比較快的是2 按兩下之後就會跳 那如果燈的話呢就是按一下 把它關閉 大拇指呢 往下按 車就會往前走了 像這樣子 它就會出去了 那這台呢 是前輪驅動 後面是鼓煞 開個小鈴鐺在這裡 這台車 其實它因為比較像是那種 電動輔助自行車的概念 或是滑板車 所以它急速呢 大概是24公里左右 充飽電 大概3到4個小時左右 一次充飽電可以騎20公里 那它有特別提到說 0到24公里的加速是7.5秒 那雖然這個數據我覺得 其實對這個車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還是蠻有趣的 那另外有一點我想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想知道 就是這台車呢 它的限重 120公里 所以 基本上 我是可以騎的 那大家去想問說 這台車 賣多少錢 在美國呢 建議售價是 995美金 不含稅 那韓文稅之後大概1000出頭 不過 因為這台車實在是非常的熱門 非常搶手 所以 你需要加價才買到它 那可能甚至加到 1500 1800 其實我有試過 就是上網去訂購 大家可以用 1000塊的價錢買到 1000出頭 但是 據說那個交期 遙遙無期很久很久 那所以進台灣之後 大概 一般聽到的價錢都在 6、7萬左右 那至於這樣一台 這麼可愛的精品 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想其實價錢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重點是 它是Honda 而且它這麼可愛 這麼 特殊的一台車 我覺得拿來 收藏 拿來逛街 或放在客廳裡面 都是一件很帥的事情 那不知道大家對這台車 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大王星哥 我們下次見 拜拜